香港股市更不用说了 港股今年不止每涨还跌 现在也都跌超过有1%以上的幅度 今天的雅股都脸绿 美国秋盘的跌势颇重 但台北股市虽然也更跌 但是目前是测试月线 还在防守 那怎么看待今天台股的行情 那这样的情况透露着 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台股的行情 主要就是在雅股当中最强 可以一路守到年底 要不然的话会不会 有跟着雅股修正的风险压力 请教的是胡玉堂 胡芬医师玉堂 凯明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当然大家最担心的就是 会不会跟着雅股 有所谓补跌的压力 不过先从汇率的一个角度去看 其实这一波市场上的资金 原则上还是比较倾向于 流进这个新台币 新台币相对强势 所以台股能独强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新鲜市场上的一个资金 愿意不断的一个涌入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 所以要不要担心补跌 原则上我没有那么悲观 如果真的会跌的话 那这一波就跟着雅股跌了 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说是跟着美股的一个节奏 去做一个不断创历史高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比较吻合 你看家庭指数跟美股道琼跟肺板 长得比较像 是不断的有点那种电高创历史高的一个味道 当然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投资人在进场的时候 也会比较担忧 就是说不管是疫情的影响因素等等 会担心会不会在这个地方进场是最高 所以我会觉得说 现阶段市场的资金也会有一所顾虑 所以我会觉得开始有一些 在操作面上 因为要迈向2022了 有一些今年比较委屈的个股 其实反而我觉得在年底甚至到明年 反而是新的一个 跳出来的一些个股 或者是一些主流部队会浮现 我们简单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在很早 很久以前应该是说 过去很少谈到的大立光 以前谈到股王都会提到他 不过他已经是失去股王宝座很久 不过我们看大立光的日K 我们简单看一下 上周五是带量 底部爆大量的一根红K 公道涨停 今天台股这种 算是整体卖压 看起来比较沉重一点的格局 他在尾盘还能走高 甚至今天也是一个算是 量能也差不多 跟上周五差不多 然后还能拉一根红棒出来 还能过了昨天红棒的一个高点 所以你看大立光的一个形态 就是很标准的 底部转向的个股 然后最近外资 法人的一些报告 纷纷也看好大立光认为 明年的一些成长性 是值得做期待 所以大立光的走高 当然你说不一定要去追他 我们上周也有谈到 他这个算是入股合作的 这个公司3362的先进光 我觉得也有一曲同工之面 因为过去因为所谓的专利官司的因素 达成和解 所以大立光持有3362先进光 15%的一个股份 那大立光会愿意跟先进光合作的原因 就在于说 他在车用镜头领域当中 技术上相当的不错 这个是大立光最想打入的 就是在汽车车用A-DAS镜头这一环 他所缺少的 所以他愿意这个入股先进光 去做一个合作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刚好看好过去3362先进光 第一个就有拿到这个VOLVO的 A-DAS车用镜头的一个订单 那当然其他的这些电动车厂的一个品牌 都有陆续相关的送样认证 未来的前景就绝对值得做期待 那更重要一点 整个均线的架构 甚至位阶跟大立光一样都在低档 而且先进光的形态 我觉得更漂亮 因为股价是占上所有的 短东长期均线 而且均线有这种纠结翻扬的味道 那顺着我刚刚谈到的逻辑 现在反而市场上比较有买气 甚至能够抗跌的个股 我觉得都是属于这种 相对来说涨幅比较落后的 所以说从大立光的一个转强 我觉得第一个给投资的方向 就是说找寻这种落后性的补涨股 而且明年有业绩期待性的话 其实反而你不用太过担心 指数在这个所谓的跨年前期 外资的放假 上下的一些震荡起伏 反而这种低低期的补党股 它有机会走出自己的路 好 这我们看到 在光学院建筑群的个股部分 今天也有这个外资报告 当然就是应该是陆系的外资报告 也在点名看大立光了 说它最坏情况已经过去 另外也包括了有外资报告当中 点名光学院建的族群个股 在明年可能在苹果的新款手机当中 会有镜头的升级 当然现在说什么车用镜头等等 都是一些毛利比较低一点的 但是手机镜头的部分 还是必须更高阶 那不只是大立光 那其他光学院建的部分 像今天海通证券就点名郁金光 是明年下半年 iPhone 14系列的最大受惠者 他说的是因为 在iPhone的新镜头升级 从前镜头的5P升到6P 那现在单价也提高 从20%提高到30% 另外他也喊到 新的iPhone 4的产品 广角镜头的相机画素 会从1200万画素升到4800 当然可能大立光 郁金光会比较受惠 毕竟手机这一块的镜头 还是主要的毛利来源 怎么看除了大立光 也许就是2000多块 也许它低位皆转强 但是价格低一点的 刚刚有讲到先进光 那中价位的郁金光呢 好 郁金光我觉得当然 有这样的一个企迹 甚至市场也有传出来 在苹果明年的AR装置的部分 郁金光也能拿下部分的定档 所以郁金光 其实你看它的形态 已经打出了一个晚心底 然后在上个月 股价已经突破年线的反压 现在股价已经站上所有的均线 刚好短线上回车月线的一个支撑 头信也站在买方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立光会好 郁金光当然我觉得 绝对跟着好没有问题 尤其其实明年谈到的 不管是iPhone的手机镜头 甚至之前外资报告 刚好大立光在飞评阵营的部分 八批高阶的一个镜头的一个产品 即将亮场做一个出货 所以明年有这个所谓受惠手机这个镜头 升级的一个换机潮 这或许对于这个算是股价成绩 比较久的一个大立光 也许郁金光我觉得都一样 都是比较正面性的利多 当然手机镜头外 我觉得成长性更高的 应该还是来自车用镜头 那车用镜头当中 除了刚刚谈到大立光 所转投资的先进光之外 另外像是这个4976的嘉宁 6209的金国光 过去也是车用镜头 主要性的一些公式 这部分我觉得可以一并做观察 因为毕竟光学镜头族群 看起来在大立光的转强之下 或许接下来有机会浮出台面 好 今天这些都有光 可以看到都在涨 而且逆势抗叠 在台股叠132点当中 就要注意今天谁很抗叠 甚至族群很抗叠 另外还有一个族群 当然是这两天的题材 就是公投之后 大家也知道核四无法重启了 那现在要积极的让台湾不缺电 所以不管是太阳能或是风力发电 政府这块一定要加紧赶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年 太阳光电跟离岸风电的进度 都是延宕的 按照表定计划 其实都是进度落后的 所以经济部今天也说 要开发商补足承诺的数量 积极的在国产化的部分 还有包括在新建上 要加紧脚步了 那这等于就是对于 未来这一两年以内 太阳能跟风力发电的 行情保证吗 今天的确也很强 早上有冲高的 但是有些个股好像 在上礼拜五先充斥之后 今天就休息了 到底这风力发电太阳能 在接下来几天 甚至在跨年之前 都还有它的题材 跟续墙力度吗 你怎么看 好 我认为如果以 短线上的市场议题性来说 或许今天有一点点叫做 短线上的利多出镜 因为公投前的就有期待新的买盘 那果然可能在公投的部分 结果我们就不评论 但是市场会聚焦在 所谓的能源确电这一环 所以你说离岸风电太阳呢 我相信绝对在政策上 未来这几年还是会大力复制的 只是说这样的利多反应在股价上 我觉得极短线上有消化完毕 就拿离岸风电来说好了 前一波应该说过去一年多前很强那一波 当然是走政策面的题材 但是我们知道政策还是力推离岸风电 但是你看离岸风电的一些个股 上尾投空 世纪康等等 反而在过去一波是整理的非常久 所以第一个我会觉得说 在能源股当中 除了政策的加持之外 如果业绩面 比较有机会的 我会先首选太阳能 因为太阳能不单单只是台湾市场 你说国际面的市场 就来自于美国的转单 像是6443的元金 过去就跟Tesla旗下的Solar City 合作就很密切 那如果美国是更加严禁使用 比如说新疆所产出来的一些 多精气太阳能的产品的话 台湾这样会收回 而且元金的部分也拿到SpaceX 这个卫星的一个 太阳能电池的一个订单 那一颗卫星大概需要7000到8000片 左右的太阳能电池 那未来发射的数量是3万颗 所以这一块也具备所谓的一个 业绩的一个成长的大期待性 那反映到11月的营收 它是创下历史高 元金是8.7亿元的成绩 年增131% 就是我刚刚谈到的 如果说节能股当中 又比较具备业绩的一个成长的话 我觉得太阳能这一块 应该是更有机会 走一个所谓反映业绩面的 一个成长行情 好 所以你认为太阳能比较好的话 但风力发电的这个题材呢 今天早上风电的族群个股 也有中刚垢的冲高 也有大雅星光刚 但上礼拜先冲过 冲高过的 我们看下跌的个股当中 其实有些包括像是 世纪刚 台达电这些拉回修正 反而有点修正拉回 那另外也包括上尾头控 其实尾盘也是涨幅收敛 因为今天开高后 开高而走低了 这些个股的部分怎么看 像世纪刚上尾头控 有点开高走低的话 那就真的今天没涨 代表题材最热的时候 它都冲不上去吗 这样的情况 手中持股才刚刚看它转上来 叠声反弹 KD低档黄金交叉 在这时候有空间吗 还是说今天都没表现 反而就熄火了 这怎么看呢 我觉得如果以今天来说 没有更好的表现的话 我会比较保守一点 就像刚刚凯平谈到 今天是更有机会表现 你反而没有持续性的攻高 收红棒 反而像上尾头控 带了上影线的一个黑K 而且还报大量 这个看起来当然 比较不利于短线的反弹 但是毕竟真的位阶很低 所以第一我会建议说 你手中持有的 比如说先前一卡位的 你可以先卖一部分 那空手的你先不急 因为毕竟就像我刚刚谈到 以题材面的部分 市场上如果不是这么 勇于去追逐这一块 所谓的节能股的一个话 今天看起来 尾盘卖押都很重 即便我刚刚谈到 我比较看好的太阳能 像远金的部分 其实也是杀尾盘 但是因为我认为 它比较具有实质面的 基本面的利多支撑 再加上法人最近也站在买方 所以我会比较乐观一点 那离岸风电当然有所谓的 台湾政策力推的一个推行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不管是安装的一个进度 其实我们都知道 其实不如预期 就是这面再反映到实质的营收上 你可以看到 市计刚刚上尾头控 好像表现并不是这么好 所以我会觉得股价上 在今天没有顺势这样攻高的话 对于短桌的气势会受阻 所以离岸风电的部分操作上 先行保守一点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